张鲜佑 丁守中 孙大千 钟小平 四人一字排开 都想争取国民党台北市长提名 28日下午召开最后一场辩论会 教育部决议部发聘书 给准台大校长管中敏 也成了辩论话题 就如果管中敏参选的话 赞不赞成二阶段的比民调 多人竞争就是好事 有这么多人参选 大家可以来协商 整合 民调只是一个方式而已 现在最重要的关键是 管中敏先生有没有这样的意愿 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我愿意乐观其成 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对这个台北市你了解多少 你对台北市有多强烈的使命感 那如果我们产生出来的人选出来 大家觉得还不能够更强 那大家再来协商 我觉得总之国民党就是要胜选 由于有基层酝酿推举管中敏征战台北市 之前曾强调要选到底的丁守中 更一度成为剑靶 不过就在辩论会过程中 管中敏也在脸书上po文 强调将和台大师生站在一起 一起迎回大学自治 似乎也暗示对台北市长并无兴趣 像马英九也说过两百多次不选 对不对 所以政治的是很难说 我觉得回到城市的使命感 我还是回到我会努力 然后管中敏如果不选那就算了 管中敏的战场在提升我们高等的教育 高等的学术 那丁守中的战场在让台北城市更美 更安全更繁荣 我们丁守中如果在台北的市长 能够赢回首都 那就是对管中敏最大的打气加油 由于29日开始就是一系列的电话民调 辩论会上四名候选人 无不卯足全力争取支持 究竟谁会代表国民党出战首都 5月2日见真章 环宇新闻江县东丁上城 台北报道